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24年7月11号星期四 农历6月初六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工业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机 汕头坚定不移走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围绕园区建设提速年行动 从增量开拓和存量挖钱双向发力 增强工业用地有效供给 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汕头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夯实工业产业基础 汕头市域东侧 南起田新湾北至城窑连围 规划总面积近70平方公里的 汕头市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 全面铺开建设 为项目招大隐强 产业巨市蓄能打开广阔空间 在汕头主平台核心区的汕头高新区西片区 从深圳转移而来的企业 勇育光电正忙生产赶订单 车间内多条LED封装生产线高速运转 在这里建成投产还不到三个月 勇育光电的产值就已突破6000万元 形成深圳研发加汕头制造的新优势 未来企业还将继续加大设备和研发投入 助力汕头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从深圳转移了150条 我们LED的封装的一个市场线道 汕头这边过来 那在4月份我们正式的投厂运营 投厂运营 那我们用了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就达到了那我们归上企业的一个标准 从我们落户到建设 高新区还有四几个部门都对我们的项目都非常关心 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支持的力度 也促使我们更有信心的在上口继续加大 一个投资发展的一个力度 说按我们企业的一个规划 我们是每年会以30%到50%这样的一个 四倍的一个增加 我们人员在地方的一个人员招募 我们也会继续加大我们的力度 随着一个个优质项目密集落地 高新区西片区的产业聚集优势逐渐显现 按照规划 这片区将重点围绕 新一代电子信息 新能源 新材料 5G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等产业规划布局 并以智能化数字化项目的引进 带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 下来我们将科学谋划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全力推进 园区高质量发展 打造全市工业力市产业强势的新样板 老牌工业重镇金平区 则通过集体加政府主导改造模式 推动低效产业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再利用 位于金平工业园区 现代产业集聚区的一块集体建设用地 在2022年通过区交易平台公开镜头流转 由中标公司精彩投资 分两期建设通用厂房 解决中小企业用地难问题 目前项目一期以竣工验收 二期基本完工 吸引多家企业异象入驻 通用厂房均配套完善齐全的事实 能够让企业实现拎包入驻 为招商引资创造有利条件 使区域产业结构得到升级 而在龙湖区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大潮中 产业项目用地需求同样迫切 近年来龙湖区积极开发规划 总面积约1.7万亩的龙湖现代产业园 重点发展高端智能制造 医药大健康新材料产业 在产业园外砂片区 正超电器投资约2亿元兴建的 三代核电技术核电厂配电设备 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已顺利封顶 预计明年一季度投产后 每年新增产值4.3亿元 我们将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 生产智能开光设备 新产品做到核心部件安全可控 加快公司科技成果转化 努力培育发展新值生产力 为国家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新型能源体系和地方经济发展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现有8家企业入驻外砂片区 计划总投资约15亿 两家企业已投建 下来我们会持续加强产业平台 载体资源要助保障 加强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 重点发展产业链招商 乙商招商 提高圆区存在力 辐射力和吸引力 一手抓增量 一手盘存量 自2022年以来 汕头先后出台 关于推进公改工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和细则 以及涉及工业地产 产业政策 财税金融和行政审批等 多方面的专项支持政策 全方位多举措 大力推进公改工 截至目前 全市实施公改工项目261宗 总用地面积超1.4万亩 有力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急剧发展 为产业再造 腾出连片优质空间 工业发展离不开 土地要素保障 长期以来 汕头面临工业用地 总量偏少和土地布局分散 利用低效等突出现象 制约全市工业 提制扩量增效 在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总体部署下 汕头划定160平方公里 工业用地管控范围 探索建立工业用地增量加存量 双轨保障机制 正是直面工业发展核心困境 破解工业用地难题的关键一招 汕头下足功夫 补短板 强弱项 固底板 扬优势 推动大型产业急剧区加快建设 各地工改工深入实施 特色突出 集中连片 有序兼容的产业发展空间 腾脱而出 而汕头产业布局的持续优化 产业规模的逐步扩大 也为坚强买卖全球贸易网络 奠定坚实基础 必将进一步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 向更高质量迈进 7月11号 市15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22次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天保 主持会议并讲话 副主任刘辉 李绿岸 马祥 陈伟波 林曼 秘书长卢碧辉 出席会议 市政府 市监察委员会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 有关负责人 李昭 万云峰 彭章波等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各区县人大常委会 和市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市人大法治委委员 部分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 市政府 关于提请 吕少雄等同志 职务任免的意见的报告 通过有关人事任免 决定免去 林楚雄的市商务局局长职务 决定任命 吕少雄为市商务局局长 会议审议通过 汕头市15届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依法终止代表资格三人 截至目前 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 时有代表370名 会议 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做关于汕头市立法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审议汕头市立法条例修正案草案 会议听取和审议 市政府关于汕头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关于汕头市潮距保护传承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是检察院 关于依法履行检查职能 维护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 书面听取是人大社会委 关于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向天保就抓好当前各项工作强调 要发扬赶闯赶世 赶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立足资源秉赋 加快塑造汕头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 要有力有序 推进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 推动汕头高质量发展 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 统筹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 有条不稳的推进市人大常委会医药点三计划的贯彻实施 以旧换新运藏巨大市场空间 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抓手 以旧换新消费券活动开始以来 我是个家电卖场数码产品销售店 借着政策东风 推出更大力度的优惠措施 全市以旧换新消费券发放活动热度持续上升 吸引市民关注和参与 截至7月10号 参加以旧换新消费券活动 合销金额超600万元 直接拉动消费近2亿元 在市区东夏100购物商场 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商家 将活动海报张贴在显眼处 有市民正在选购新仪商品 活动启动以来 通过政府商家等多重优惠叠加 线下商铺人气十足 市民消费热情高涨 我主要过来就是买买手机啊 或者是平板这种学习的 学习类型的电子产品 那它已经换新的话呢 既能环保 然后自己也能换到个新的 这一个活动也实际的给用户带来了利益 对 它可以用更低的价格去买到它心仪的产品 同时它也可以促进用户去做旧机的更换 随着气温升高 家电市场上空调风扇等成为热销产品 除了已旧换新优惠叠加商家活动外 有商家还提供一站式服务 方便消费者 直接领一张我们已旧换新的这个消费补贴券 然后到我们门店来 工作人员我们会上 我就直接给他操作 工作人员就会上门给他去 大家店的回收 消费品已旧换新活动 是我是惠民助企 激发消费新动力的关键措施 涵盖家电汽车置换更新 和汽车报废更新等 活动点燃家电与汽车消费热情 有效提振市场信心 释放消费潜力 截至7月10号 参加已旧换新消费券活动的企业超百家 覆盖全市各区县 合销金额超600万元 直接拉动消费近2亿元 接下来我即将结合暑期 消费旺季 在各区县举办多场主题 新移民的出消费活动 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营造浓厚的消费氛围 让市民朋友享受到更多的政策红利 从今年4月开始 清平区东方街道 在区安委办牵头下 分期分批给辖内符合条件的 独居老人居住场所 进行消防安全升级改造 切实降低社区居住场所 火灾隐患风险 营造浓厚的尊老爱老氛围 秋夕花今年已90岁高龄 近日她家完成了 消防安全设施改造 街道免费为她提供用电线路 燃气管道 烟杆报警等 消防设施改造暖心服务 秋夕花的邻居 廖塞兰也是一位独居老人 最近街道为她家里 增设多盏电灯和多个插座 并配备灭火器 防毒面具等设施 针对一些独居老人居住的房子老旧 家里的电器用电线路 燃气炉灶 不同程度存在老化现象 东方街道落实网格化管理机制 组织专人对独居老人居住场所 进行排查 摸清底树 建立隐患问题整改清单 做到一护一侧精准服务 我们在入户调查的过程中 发现部分受服务对象不理解 对此我们多次上门耐心的 进行沟通说服 让这项工作能够 更加顺利的进行下去 让街道辖区内的独居老人的安全 更加的有保障 向住所面对面 进行安全用期宣传 普及日常安全用期操作支持 积极推进独居老人住所 安全专项治理工作 切实把好事办好 把实事办实 截至7月上旬 东方街道辖内59位 独居老人服务对象中 已有16处住所完成改造 全部改造预计8月底完成 进一步提升居民安全感 打造平安东方 近日 越东人工智能与工业软件高峰论坛 在汕头大学举行 活动围绕AI赋能汕头特色产业发展 机器自动数学建模 工业软件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创新应用等内容 做主题报告和开展圆桌论坛 来自汕头潮州 接阳汕尾四市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 分享人工智能和工业软件领域的前沿技术 应用场景研究成果 加快工业软件与工业企业的智能化深度融合 我们提出来的三星两特一大 尤其是两特 应该说在过去的数字化信息化当中 应该已经看到了或者享受了 人工智能的早期的一些红利 其实应用信息化或者智能化的过程当中 也要注意怎么样能够在 符合于每个生产时期的时机 去加以快速的推广和使用 把我们汕大和汕头的联动性相互融合 真正实现这个产教和科教的融合和融汇 我们的工业软件的话 主要赋能工业装备 为了发持非常好的条件 近年来 汕头全面实施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 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人工智能与工业软件的深入应用 和人才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 更好的将人工智能工业软件 跟我们的实体经济 跟我们厂业结合起来 更好的服务 我们数字化创新 推动我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此次活动由汕头大学和广东工业软件学会联合组织 汕头市计算机学会 潮州市计算机学会 及越东地区IT学会 和相关学术机构共同主办 活动还成立广东工业软件人才培养越东联盟 并启动2024世界机器人大赛 汕头城市选拔赛 玩具加文化IP赋予产品新的内涵和更高附加值 城海区一些积木玩具企业瞄准文创玩具领域 研发一系列融合潮汕传统文化元素的积木产品 将上线汕头绒媒 橄榄购平台 更好推广文创产品 在高级玩具公司展厅 多款具有潮汕文化元素的积木引人注目 其中这四款英歌舞积木十分精致有趣 高度还原经典英歌舞角色的动作 服装 道具 脸谱 公司还将红桃果 粽子 红头船 跨海大桥等潮汕文化元素 和汕头建筑做成积木玩具 特别的文化创意赋予积木玩具更高的附加值 现在目前有分三个系列 一个就是针对潮汕美食系列 还有潮汕的标志性限注这一块 另外就是潮汕的飞移一些项目 尽可能就是说在一个小小的积木里面 去推出我们这些潮汕文化的特色出来 近年来 英歌舞 红桃果 红头船等 潮汕文化IP热度持续高涨 各种文创产品 涌向市场 成为传播潮汕文化 激活文旅市场的载体 作为新成长的文创玩具品牌 高级玩具公司瞄准文旅市场 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将多个传统文化IP融入积木玩具设计研发中 并布局线下销售渠道 助推传统文化与玩具产业 文旅产业相融合 接下来 企业将继续开发月饼 石头鹅等文创积木玩具 并计划把文创玩具产品上线汕头熔媒橄榄购平台 更好推广潮汕文化和玩具创意产品 我们目前可能在通过线下的这些旅游景点 线下的一些文创店去游客可以自行购买 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跟港朗购去合作 我们会根据一些像一些节假 一些传统节日 我们会推出它很特色的对应的我们潮上的美食 今年4月以来 我是强势推进涉土问题整治攻坚行动 形成高压态势取得阶段性成效 近日又清拆整治一批违法占用土地 私搭乱建问题 城海区东里镇对南畔州村 一宗村民违法占用耕地搭建的工业敞篷 进行拆除整治 整治面积1.65亩 龙都镇拆除前沟村村民 违法占用0.31亩土地 建设的用于仓储的房屋 西南镇对云英村 一宗村民违法占地搭建的砖瓦结构厂房 落实拆除整治 占地面积0.58亩 并复更复律 莲华镇对三州村 一处超出批准范围搭建简易棚 落实拆除整治 并开展复律 占地面积0.85亩 潮南区两英镇对古西社区 两宗违法占地搭建仓库设施 落实拆除整治并开展复更 占地面积分别为1.18亩和2.1亩 沉甸镇对陈梅社区 一宗违法占地搭建的废品站 汽修厂商铺 落实拆除整治 占地面积2.42亩 朝阳区西卢镇全塘村 龙湖区新海街道东升村 南澳县后宅镇杨宇村 也分别拆除整治 一处违法占地搭建物 占地面积在0.32到0.9亩之间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各位观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